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紧落在了莫无忌身旁 莫兄 莫大哥 莫爷爷 你一定得帮兄弟这次 这家伙就是个疯子 不等昆韵继续说下去 追杀昆韵的人已经落在了莫无忌面前 莫无忌头一次看见如此彪悍的家伙 身高接近一丈 绑大腰圆 方脸大耳 肌肤漆黑的像是染过了墨汁一样 不用昆韵介绍 莫无忌已经猜出了来人身份 昆韵 这家伙应该就是十二神帝之一的陶铁吧 对对对 就是这家伙 这家伙像疯的一样 我都说了陶铁国不在我身上了 这家伙硬是追杀了我无数个监狱 要不是遇见莫凶 我可能就死在他手里了 陶铁的声音非常粗雅 昆韵 无论你遇见谁 你今天必死 陶铁的话突然顿住 他看见了急顿而来的天痕 在天痕落下来的同时 他眼睛一眯 后退了至少百丈 然后他才警惕地盯着天痕 天痕 没想到你可以找到天地炉 再次证到圣人 天痕微微一笑 原来是十二神帝之一的陶铁道友 好久不见了 陶铁道友修为再进一步 可喜可贺 天痕尽管是圣人 但对陶铁仍旧有些忌惮 这家伙可说是真正的战斗强人 只要他寄出了陶铁锅 绝不会比圣人弱伤多少 天痕圣人 你要插手昆韵的事情吗 昆韵不过娶娶一个正神而已 陶铁说话间一直管住着天痕 他不怕天痕 但如果天痕插手 他今日也只能无功而返 不等天痕说话 墨无忌就问道 昆韵 你的陶铁锅呢 昆韵甚至忘记了墨无忌问话 面色苍白看着天痕 不由自主地小心后退 他根本没想过 在这儿会遇见恢复了实力的天痕 这家伙若想杀他 和捏死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 昆韵 我问你的陶铁锅呢 墨无忌只能提告声音 再问了一句 昆韵却指着天痕 墨兄 这家伙就是天痕圣人啊 不对啊 天痕这样一个圣人 墨无忌打断了天痕的话 居然没有发作 只是笑眯眯看着自己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墨无忌走到昆韵旁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的陶铁锅呢 这位导游 陶铁锅明明是我的 怎么变成昆韵的了 陶铁也察觉到不对 墨无忌打断天痕 天痕居然没有发作 这显然有问题 昆韵也忘记了对天痕的惧怕 奴隶解释说 墨兄 我确实丢了陶铁锅 但是这家伙 也没有将七佛产给我呀 墨无忌看着陶铁呵呵一笑 陶铁 以前你应该还没有化形吧 现在化形成人 就不讲道理了吗 你的七佛产都没有给昆韵 凭什么找他要陶铁锅 当初你们可是说好要交换的 你怎么知道 我的七佛产没给昆韵 陶铁忌惮惮地扫了眼 旁边的天痕 语气有些不善 他忌惮天痕 不代表他会忌惮墨无忌 如果你敢发誓你的七佛产给了昆韵 我今天就帮你将陶铁锅拿出来 七佛产就在他的凡人界里 墨无忌就不信了 这宇宙中还有两把七佛产不成 陶铁只是冷哼一声 哼 这是我跟昆韵的事情 管你屁事 天痕 把这小子教训一顿 打起耳光丢进虚空裂缝里 墨无忌本还想和陶铁讲讲道理 既然这家伙不识相 那他也就没有必要客气了 陶铁当初可是差点把他给一口干掉了 虽然这件事情墨无忌没有放在心上 不过这家伙如果要蛮横的话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 是 周上 天痕说完 一拳轰向了陶铁 这一拳轰出 空间立刻被天痕的圣人道泽锁定 陶铁则是一愣神 墨无忌是天痕圣人的主上 此时天痕的拳头已经轰了过来 一方巨大的波鱼被陶铁寄出 想要挡住天痕的盗泽席卷 狂暴的盗泽席卷而出 这方虚空的空间像是形成了一个实质的凹形塌险 陶铁张口喷出一道血剑 身形一顿直接消失 他能对抗圣人 不是因为他的牛 而是因为他的陶铁锅牛 现在他既没有击佛铲 又没有陶铁锅 如何对抗天痕 更何况旁边 还有个连天痕都要叫主上的人 这家伙如果也是个圣人 他若还不走 那可就真的要等别人吃他的肉了 昆韵还在回味着主上儿子 就见天痕一拳将整个宇宙虚空形成了塌陷 很快他就发现 这塌陷直到墨无忌的领域外为止 根本无法越过墨无忌的领域 昆韵到西口冷气 他和墨无忌相处的时间最长 最初他看见墨无忌的时候 墨无忌似乎还是个天神蝼蚁 后来每次看见墨无忌 墨无忌都比前一次见到时 有了一个更加实质的变化 如今他发现 自己就连仰望都仰望不了墨无忌了 连天痕圣人的大道道则 也无法越过墨无忌的领域半分 这不是圣人又是什么 对了 天痕之所以能够跨入圣人道 绝对是墨无忌将获得的天地卢给了这家伙 不过天痕这家伙阴险狡诈 墨无忌把天地卢给他 天痕认他为主上 说不定不是很真诚 这还得借机提醒墨无忌一句 但墨无忌需要他提醒吗 昆运拍了拍脑袋 他和墨无忌相处这么久 哪次是墨无忌吃亏的 连明远那老伪君子 也得在墨无忌面前喝洗脚水 墨无忌岂会吃天痕这个二愣子的亏 自己的确是想太多了 昆运 怎么有事没事的 拍自己脑袋干什么 墨无忌再次拍了拍昆运的肩膀 很有一些关爱智障的味道 昆运苦笑着说 墨兄 如果你要对我不理 你白个我也被你拍死了 你身上除了几条神灵脉 别的东西 我真没看在眼里 墨无忌黑黑一笑 他知道昆运身上的神灵脉绝对不少 昆运叹了一口气 哎 墨兄 现在我身上连半块神经都没有 怎么回事 墨无忌疑惑 他太清楚昆运的家底了 这家伙虽然修为没怎么长进 但是收集财富的本事 却是一点都不少 墨兄应该知道宇宙圣道会吧 没错 我确实听过 我的滔铁锅被人强迫放在圣道会上拍卖 可是后来并没有被拍卖出来 这也就算了 圣道会还说因为我的滔铁锅招惹了对头过来 让圣道会损失惨重 要求我赔偿 我只能赔偿 赔偿之后马上就逃 结果在路上被滔铁给盯上了 我听说圣道会的口碑不错 怎么会把你锅子黑了 他是从明圣口中听说的圣道会 听明圣的口气 圣道会应该算是公平交易才是 昆运冷笑一声 圣道会公正 那只是因为东西级别不够 滔铁锅是造化宝物 一出现就被人盯上 但是我如果不把滔铁锅拿出来 我闭死无疑 哦 所有没事 带我去趟圣道会好了 莫无忌说着 拿出了明圣的通讯珠 给那家伙发了道讯息 滔铁锅既然被圣道会夺了 他再去抢回来 那就是属于他的东西 一旁的天恒联盟说 主上 我们先去看看那道道责吧 去这儿并不算远 好 你们上来 我去收了那道宇宙道责 然后就去宇宙圣道会 莫无忌祭出了岁月盘 昆韵还好些 天恒见莫无忌 抬手又是一件造化宝物 心中暗叹一声 比起他的这个主上 他感觉自己的岁月 全活到狗身上去了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年婶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